这个区长,然后两位理事长,还有各位贵宾,还有各位关心我们这个磁机开发园区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高杀余 那我是新的议员,但是我关心这个磁机开发园区的案子其实也非常的长了一段时间 那就我的了解其实这中间一直有很多的疑虑存在 就是说居民对这个案子也有很多疑虑 那我今天其实算不请自来,因为这个公文上好像没有邀请我 我知道有这个开会,但我还是来了 那我来这里其实最主要听居民的声音 我也想要听听磁机的说法 因为我知道磁机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团体 这么爱护台湾的一个机构 其实他应该站在一个爱心的立场来出发 所以我非常发现说 在磁机这么一个以行善为立基,为原则,为理念的一个团体 怎么会引起出这么大的一个争议跟居民的抗争 我觉得这是不必要 那我也希望说居民他们能够立先的表达诉求之后 实际也能够听听我们居民的声音 因为毕竟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以居民的安全为第一优先的考量 所以在这个开发案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环境保护一直是我们翻新的重点 那虽然说自己有很多的专家学者 但是我也觉得说 这个我记得春夏春初有一句话就是 以暖即时站在鸡蛋跟高墙之间 我们永远选择站在鸡蛋的这一点 无论鸡蛋是多么的错误 所以我觉得站在民众或是站在磁机的立场 我们身为一个名义代表 都要忠实的反映彼此的意见 甚至我们也要就是把一些落势 或是一些居民的声音 也能够让磁机听到 那今天的说明会其实主要是以居民为主 所以我们就等一下听居民的声音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各位来听 因为我们今天会用 大家可以举手发言的方法 因为我想很多人都想要表达想法 我们希望可以大家控制在三分钟 让我们会有一点点的音乐提醒 让你知道 那如果您觉得发言 举手可能能够不能够表达您的 这个完全的心意 您也可以用这个 我们在两侧 都会有失踪世界提供这个发言条 您可以举个手 我们就把发言条举在您的手边 然后会交给我们的召集人 或者是相关的单位 来一起来做回复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 我们李明们的心声 刚才有位白衣服先生 他第一位举手 好 稍等一下 好 稍等一下